18日晚间,蔡总统与行政院长苏贞昌前往新店房灾应变中心视察 关心台东强政后续救灾 蔡英文致辞后离去,过程并未与前线视讯,引起地方不满 台东县长饶庆林在脸书发文 遗憾会议中无法向中央提出迫切需求 更有局处首长批评 中央高高在上,自说自话 房灾会议冷血而且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工作人员忙碌,沟通不足 以至于沿线作业是有一些疏失 没有能够与两位县长以及救灾的团队有沟通的机会 对此呢,我要向两位县长以及在花莲跟台东的救灾团队表示歉意 蔡英文致歉,期盼中央地方一起努力 以便恢复灾后各项运作 主管机关消防署表示 因为工作汇报前,幕僚已经与地方视讯 因此没有安排总统视讯 将检讨改进 蔡英文中心没有把所有跟地方连线画面抓上来 所以总统和我都不知道 还有地方连线 甚至于有关地方的同仁在献查 所以没有特别请讲话 这次作业上的舒适 很抱歉,应该要改进 福岩高曾向地方政府致歉 中央一苏珍昌请往花莲域里多处灾区视察 县长徐真卫,立委复昆其陪同 不过苏珍昌原定先前往玉里房屋倒塌处 却临时更改前往花莲慈祭医院 引起复昆其不满一变再变 对此行政院表示 基于优先慰问伤患及支援的医护人员 因此调整行程 对造成县市长等各方的不便 表达歉意 新厂烈士台北花莲综合报导 人民村民, sampai下旁边เรา 靠近区一点 屁股 xico 东西 宅 山